國外國民主黨 要在英國民主黨 大家好 台灣 先用台語親切問候 拉近距離 與基層里長搏感情 郭台銘說台語很有信心 但想拉攏人心 還得祭出其他招數 像是喊話要聽見基層聲音 一切承諾我一定做得到 手拿總顧問聘書 要掛上總統府辦公室 把里長放心上 甚至面對來自高雄 挺寒的里長提問 郭台銘也是拍手比讚 接地氣招數 讓他跟黨內第一名的距離 更近了 如果說我們不能夠拉開 跟民進黨的距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國民黨有一股莫名的勢力 就黨中央沒有做出來 我覺得黨中央在處理這個 黨員團結上面 真的是努力的不夠 所以造成黑鍋卡韓 黑鍋比卡韓更多 對 就是所有的謠言滿天飛 反正這個民調有高有低有起 有起起伏伏都很正常 郭台銘兩人民調略為下滑 但是韓國瑜下滑的幅度更大 基層里長怎麼看 我認為互打是比較嚴重的 初選太久了也是一個最大的主因 郭台銘搶攻支持度 也該搶救鴻海嗎 因為賴清德點名 美中貿易戰下鴻海大獻獎制 如果他唱衰台灣的經濟 那就是開始唱衰 不過在這個大獻獎制的賴清德 先問他的大獻什麼時候獎制 請他先回答 對上的音 郭台銘沒在怕 但炮火能否轉化成支持度 舊的民意來證明 歡迎新聞林志鵬 林維凱 陳宜蓉 綜合報導 今晚有警告 今天就說了